2019年一季度中国公派赴美留学拒签率相较去年有显著上升 教育部发布赴美留学预警 中国学生前往美国学习似乎越来越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终于承认 由于担心外国情报机构会和留学生合作 针对赴美签证审查的确变得更为认真彻底 而他同时表示 欢迎中国学生前往美国进行合法的学习 据法新社6月4日报道 一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一发表了针对近期赴美签证的看法 他表示 我们欢迎中国学者和学生来美国进行合法的学术活动 但他同时宣称 最近有一系列增加的案例显示 外国情报机构会选择和在美留学生合作 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危害 这名发言人因此指出 美国政府决定加强签证审查 为所有合法申请者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 以便让他们更快 更清晰地获知签证申请情况 自特朗普上台以后 美国政府对华人华裔学者的审查越来越严格 自2018年6月11日起 美国国务院把在敏感研究领域学习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有效期限制为一年 这些学生每年有机会重新申请签证 此举推翻了奥巴马时代允许中国公民获得五年学生签证的政策 对此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去年12月做出有力回应称 最近我们听到了一些针对刘 学生的指控 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十分荒谬 对刘学生极不公平 提出这些指控的人应该也经历过满怀热情的青春岁月 如今可能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面对今天的青年 他们怎么会有如此阴暗和卑劣的心态呢 这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6月3日下午 教育部发布2019年第一号留学预警 称一段时间以来 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受到限制 周期延长 有效期缩短 以及拒签率上升的情况 对中方留学人员赴美学习或在美顺利完成学业造成影响 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和学者 需要在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 增强防范意识 做好相应的准备 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统计 2018年 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0313人 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原计划赴美331人 占计划派出人员数量的3.2% 2019年1月至3月 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353人 因签证问题未能呈航182人 占计划派出于13.5% 此外 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报道 自5月31日起 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者在线填写 DES-160表格时 需要提交自己五年内使用的社交平台及账号名称 这些社交平台涉及豆瓣 QQ空间 新浪货腾讯微博 优酷 也包括国外流行社交平台脸书 Instagram 推特等 不过 这个出现在美国签证申请表中的变化 其实并不是新鲜事 据纽约时报报道 2017年9月 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收集签证申请人的社交网站信息 目的是为了加大对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审查力度 据悉 这一计划将会导致大约每年会有1400万来美访客受到影响 对此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再次提醒赴美中国公民在申请签证时遵守相关法律 如实填写赴美目的 如实提供申请材料 抵美后不从事与签证类别不符活动 尽管赴美签证的审查越来越严格 但教育部三日还是表示 目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总体的形势保持了平稳的态势 而据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 签发给全日制美国留学生的FG签证 2018年4月的签发量为3700多份 而今年4月的签发量则接近4300份 比2018年同期高近15% 此外 众多美国名校也对中国学生和学者表达了支持 2月21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校长 副校长 教务长等的联合声明 有力回击了针对该大学美籍华人 以及与中国公司和机构合作的研究人员发表付 面评论的报告 3月7日 斯坦福校长和教务长联合发表声明称 必须确保对安全问题的关注 不会发展为仅凭校内人员及国或成长历史变对齐衡 加质疑这种危险的现象 5月23日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彼得萨洛维发表公开信 重申将一如既往欢迎国际学生和学者 截止目前 至少有7所美国的知名研究机构和大学 先后出来发声 表达对美国华裔在内的国际学生学者的尊重及感谢 并坚定地表明学校将继续进行国际兼正当的科学交流 不过在5月23日 美国埃莫里大学突然以官方邮件通知的行事 正式开除终身华裔教授李小江 此前 李小江在美国的实验室17日突然被关停 5月25日 济南大学校长送献中透露 济大决定全盘接手李小江团队的所有教授 人员归国 并为其提供场地 实验室等继续从事研究 同时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回国从事科学研究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